2号马吉祥雄鹰来自于羽龙马业 一期 练马师许富强 骑师李清三号档 出杂 那么我们的吉祥雄鹰呢 它曾经在2018年的5月26号的 三班1200米赛事中 获得投马的荣誉 19年的5月18号 也就是本月的四班的赛事中 跑货一席亚军 三号马灵光乍现 一批来自于羽龙马业 血统优良的五岁的磁马 他的练马师是 十日古愣 骑师李方格 四号马绿色巨人 绿色巨人的练马师是 李建杰先生 骑师奥白云 今天从11号档起步 接下来进入屏幕的是 五号马运筹帷幄 来自于马祖侯星剑先生 他的练马师是 何祥寿先生 骑师赵新刚 接下来六号马 盛世领航 来自于新疆 圣龙祥云马业 他的练马师是 李建杰 骑师王童 从七号马 太极虎 来自于马祖 颜洪祥先生 练马师张明亮 骑师陆金贵 八号马 平步青云 骑师王武美 从四号档起步 一批来自于 玉龙马业的 李伯大梦的 三岁子嗣 骑师麦尔根 列马师 欧哲成 11号马 富安风云 来自于 富永斌先生的 骑师凯文 阿波波 从十号档起步 砸箱打开 所有马匹奋力 向前出砸顺利 走在前面的是 吉祥雄鹰 从赛场的 靠雷道位置 外面的富安风云 前输很快 运筹帷幄 守得一起好位 现在已经放头 运筹帷幄和富安风云 两只马 双双放头 二号马 吉祥雄鹰 贴蓝走 四号马 绿色巨人 从外面 获得第三名的位置 梦想成真 排第四位 盛世领航 守住好位 贴蓝走 外面 王者之战 拍马赶上 八号马 平步青云 列尾三的位置 运筹帷幄 目前战列 倒数第二位的位置 排在后面的是 灵光乍线 已经走过 第二个弯道 放头走的是 华语马业的 绿色巨人 走在旁边 是王者之战 内蓝富安风云 走势顺畅 吉祥雄鹰 靠内走 步伐有力 靠在外面的是 灵光乍线 接着里面 平步青云 梦想成真 盛世领航 走在最后的是 七号马 太极虎 马匹进入 对面的直路弯 现在放头的是 二号马 吉祥雄鹰 走在外面 运筹帷幄 从外面 杀出来的是 四号马 绿色巨人 富安风云 战列第四位 王者之战 从外面杀出 逐渐向前进展 梦想成真 走外面 马匹进入最后的直路 目前放头的 依然是 绿色巨人 逐渐已经甩开了 杀巨人 我们看来自外面的 平步青云 能否赶上 十号马 梦想成真 富安风云 走势强劲 但是四号马 绿色巨人 已经早早地 确立了优势 这场比赛的冠军 将是四号马 绿色巨人 八号 十一号 十号 三号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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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号马